如果把长征系列火箭摆成一排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有的火箭中间是镂空的 比如长征23 而有的则没有镂空 比如长征57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而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实际上镂空的可不是长征23的各个型号 在长征14号上也是如此 再往远点看 俄罗斯的联盟号运载火箭的中间也是镂空的 它们镂空的地方全都在一个位置 那就是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连接处了 之所以要镂空 是为了在第二级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 把热气给排出去的 现代火箭绝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多级设计 除了捆绑上助推以外 自己的本体也就是中间那根大圆柱 也可能会分成几段 每一段都有各自的燃料箱和发动机 为的就是一边飞一边减重 烧完一段扔掉一段 把最宝贵的运载重量留给火箭头上 那个我们真正想要放上轨道的东西了 所以分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了 但是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环节 这个乍听起来有点奇怪 分离不就是直接把上下两段分开而已吗 这有什么好难的呢 难就难在火箭上所使用的液体燃料商了 你看火箭的结构 两个燃料箱在上面 不管里面装的是液氧液氢 还是液氧煤油 或者是液氧甲烷它们都是通过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 输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 所以就要求燃料始终紧贴着燃料箱的底部才行 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 这在地面上并不是什么问题 光靠地心引力就可以做到了 在火箭最初上升的阶段 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加速度所产生的惯性 也可以把燃料稳稳地压在底部 但是等到第一级和第二级需要分离的时候就有大问题了 在第一级关机时 火箭会短暂地失去动力 加速状态也就暂时中止了 此时第二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呢 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后开始群魔乱舞了起来 嘿 这里正好有一段猎鹰九号二级仰箱内部的画面 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 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 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 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 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从而引发故障 这个嘛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始终沉到底部 就出现了两种截燃不同的解决方案 热分离和冷分离 热分离指的是在第一级火箭还没有关机的时候 就开始让第二级火箭点火了 等到第二级火箭正常工作的时候 第一级的燃料也正好用光了 此时再启动脱离 通常用的是爆炸螺涮 把第一级给丢掉 顺便还可以用第二级火箭喷出的热气来把它推远一点 免得产生碰撞造成危险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一二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 火箭始终没有失去加速度 燃料也就是始终沉底的 不用再担心二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 但是你想啊 它俩还没有分开 中间就开始烧起来了 如果是采用完全密封的建设的话 燃气该往哪儿钻呢 所以就要给它开窗透气了 长征1234和联盟号 除了长征3F以外 床开的都是相当彻底 用的是这种管状框架来连接上下的 看得有点让人胆战心惊 总是感觉有点撑不住的样子 不过我专门就此问过长征火箭的制造专家 他说这些框架的强度完全没有问题 实际上长征5号的助推器就是只用了四个不过手臂粗细的连接螺栓 来把数百吨的新机给顶起来的 好了说过了结构简单这个优点以后呢 再来看看它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由于第二级喷火的时候第一级还在下面 为了防止被烧坏呢 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措施才行 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 第二由于分离时低级还有推力产生 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了二级推力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 将导致两级还是贴在一起无法分离 最终偏离轨道任务失败 而且早期火箭由于两级间的信号一旦分离就被切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意识到了低级的加速度过大 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 这个就是热分离 那么冷分离呢 顾名思义就是先分离再点火 点心的代表有欧美的火箭和我们的长征五号与七号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让乱飘起来的燃料顺利的沉底呢 通常它会用到装在两级之间的极尖段上面的小型推进器了 我们拿长征五号的分离时序图和土星五号的分离画面来举例说明 把它俩搭在一起有点奇怪 但其实它们的分离方式还的确是一样的 首先是一级发动机关机 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 如果我们在二级燃料箱里面装了摄像机的话 应该就可以看到燃料飘起来了 接着装在极尖段上面的小型推进器呢 点火工作开始提供正推力 由于此时火箭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 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呢 就能使燃料再次沉底了 然后第一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 同时打开反推火箭 将自己主动推开与第二级还有极尖段实现分离 现在只剩极尖段连着第二级了 在过了一小会之后呢 从极尖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 用繁重力来实现同第二级的分离 同时还可以避免在此过程中碰到 落入在外面的发动机的零件 长征五号的第二级 仰箱和发动机都是悬挂在极尖段里面的 导致了极尖段的分离形成呢 超过了7米 是很怕发生碰撞的 好了 最后一样东西脱离完成之后呢 就开始点燃二级发动机了 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 可以看得出来 冷分离的过程和步骤相对于 热分离复杂了很多 研发和制造难度也会高上很多 但是由于可控的步骤变多了 所以分离的精度自然是提升了 更不容易出现轨道便宜的失误了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哪怕克服再多困难 也要在新一代的长征五号和七号上面 用冷分离的原因了吧 好了 下次看火箭发射的时候呢 你应该又多了一点弹资了吧 想要了解更多不一样的知识吗 我是火箭书 那就一定要关注我哦 deixa我来我们的回复 realization 我们就ição